不知道有多少情人佩戴过他 触感鱼润 浊气静无 送给表哥了 哎呀 有意思 有意思 是一对情玉 情玉送给风雅的表哥自然更有意思 本来我应该把另一块玉亲自送给刘兰芝的 可是想想 还是表哥送过去的好 好 我一定在兰芝进洞房那天晚上 亲自带在他身上 宝武啊 那不高下的马车吗 是高下的 干什么呢 听说啊 高主播又要结婚了 哼 我说有段时间没看见他瘾了吗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请脑 请放啊 哎呀 主播大人在我这里买东西算是找对了门了 我这全是上层的几 上层的灵魔绸缎呢 你看看这件多好啊 握在手里就像水一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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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看这绸缎 摸在手上就像大姑娘的脸 全是上层的好货 快点 快点 你瞧瞧 你瞧瞧啊 走快点啊 上次拦战来卖紧 我还夸高主不 等等等等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快忙你的去 去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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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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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跟你说 蓝芝 蓝芝 回府 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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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地方 走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们刘家 没有准备好啊 我 说话呀 够着不好 这婚事不知道能不能 能不能 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 兰芝知道那天 弹琴的人不是你 是人家焦仲青 他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他怎么知道的 怎么又出来个焦仲青了呢 是不是 是不是焦仲青 从中做梗了 焦仲青 不可能不可能 焦仲青怎么可能认识兰芝呢 兰芝又怎么能认识焦仲青呢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俩在一起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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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说兰芝现在怎么样 兰芝倒是没有什么 是我担心夜长梦多 昨天 昨天魔夫来过了 他也说异常梦多 怎么会这么巧呢 刘兄 我看这样 马上请没人去你们家 把成婚的日子提前 提前 提前好 提前好 罗夫啊 罗夫 罗夫啊 刚才还是艳艳高照的 怎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无缘满天了 罗夫 有什么话跟娘说 到底怎么了 哎呀 你倒是快说呀 娘 你不要让焦家的人再骗我了 也不要再告诉我说 焦家的人是如何满意这门亲事 焦家 焦家又怎么了 焦仲青 喜欢的是刘兰芝 哎呦 我当什么呢 昨天 娘就已经告诉你了 你表哥不是马上就要和兰芝成亲了吗 焦仲青就是再喜欢 有什么用啊 你怕什么 担心什么呢 娘 这门亲事能不能成还说不定呢 兰芝 我知道 他一旦认准了的事情 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表哥的为人你也知道 如果 兰芝家知道表哥为人的话 这门亲事还能成吗 这 这倒也是啊 现在焦家的人还蒙在鼓里 他们哪里知道 焦仲青和刘兰芝相会呢 看来这个焦家 还真得定紧点 哎呦 罗傅啊 你抽空也去看看兰芝 顺便再劝劝她 让她早点完婚 哦 来 请喝水 多谢 多谢 不是说好了 下个月的初二 兰芝才出嫁吗 是啊 老爷说的没错 可高主不 撕之再三 小姐啊 虽然不是皇家公主 诸侯千金 也是名门闺秀 金之玉叶啊 出嫁 哪能含糊啊 这不 又请方氏补了一挂 你猜这卦上怎么说呢 那卦上怎么说呀 一定是好卦吧 嗯 这卦上说的不好 下月婚曲啊 先煮散 而后劫 大凶 方氏之言 无惑之词 怎么能够成为平信呢 爹 宁可兴其有 不可兴其无 咱们照页地图个吉利 对对对 蓝生说的对 图个吉利 图个吉利 老爷 那方氏啊 补瓜从无失手啊 谁家小媳妇抱个八字 她呀 就能补出什么时候怀上 是男孩 是女孩 谁家丢个什么物件 只要抱个字 她就知道在什么方向 哎呦 那不成了活神仙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高家也慌了 这不又请方氏 补了第二卦 说呀 本月婚曲 急 万事顺 大急呀 爹 你还别说 这姑娘还挺细心的 老爷 您看 这日子定哪天呢 那就依你们吧 那 这事就这么定了 只是啊 这日子提前了许多 我们怕来不及 置办价值 娘 放心 放心 我马上去找银匠 去给兰芝打首饰 找最好的裁缝 给兰芝量身裁衣 不怕妹妹出嫁那天 穿的戴的不体面 爹 您上次不是夸我 这事办得挺好吗 我这做哥哥的 自然更上心了 更得把这事办好 让二郎满意 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 送妹妹出门 娘你看 夫人 叫家姑母来了 来了就来了 让她在客厅里等着 是 娘 得冷冷烫 别让他们觉得 我们秦家的门槛 矮了好快 当我们秦家好说话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裁缝 还没见过像小姐 这么好的身材 那可不 我们家兰芝 天生就是个美人披子 像小姐这样的模样 身材 随便什么衣服穿在她的身上 都赏心悦目呢 王彩芳 你可不能随便做呀 这可是我妹妹的嫁妆 那哪会呢 我是说啊 我做的这个衣服 穿在小姐身上 那可就不同凡响啊 准是貌若天仙 听说小姐 嫁了一位大官呢 男才 女貌啊 你快点凉吧 哎 小姐 来 脸好没有 王彩芳 这些做衣服的布料 都给你备好了 一会儿我就请人 给你送过去 好好好 挺好了 工钱我会给你加倍 时间一定要给我往前赶 放心吧 我就日夜不睡啊 也要把小姐的大婚礼服 赶做出来 嗯 作谢了 先走了 哎呦 哎呦 人呐 人呐 夫人 来了 坐吧 夫人最近可好啊 好 有什么不好啊 她姑母啊 知道 我找你有什么事吗 啊 夫人 您说 你知道 我们秦家是个大户人家 这大户人家 凡事都讲个规矩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那是 那是自然 这娇家的眉 是你来保的 是 不错 是你来告诉我 娇家满心喜欢这门婚事 哎呦 娇家是满心喜欢啊 也是你亲口告诉我说 娇仲卿满口答应了 仲卿啊 仲卿是乐意小姐的 可我怎么觉得 娇家到现在 还在捂着盖子 摇呢 啊 你说 娇仲卿什么时候上过门 啊 哎呀 夫人啊 可能是因为 妇牙里面 公事繁忙 她不得行呢 哼 只怕是娇仲卿 并有所爱了吧 仲卿可没这个胆 哼哼哼 恐怕你和焦夫人 也都蒙在鼓里呢 哼 哼 啊 你请回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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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布大人 重情 来啊 来 来 进来 请坐 你我表面上是从属关系 但私下你也别太拘泥了 朱大人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你的公文呢 我看了 不错 连太守大人都说你的公文办得好啊 多谢太守主不谬子 伯母也好吧 承门大人惦记家母安好 安好就好 安好就好 那我家怀日的婚事就麻烦王大人了 你放心 我一定替孙怀留意 有王大人的帮忙 我们家怀儿有福啊 好说好说 那老山告退了 王大人请留步 好好好 慢走 是我闪开城门之事 好 钟星啊 你要不说此事 我还忘了 上一次我让你想办法 如今可有对策啊 属下闪开城门 确实犯了法令 但当时情况紧急 大人若知属下的罪 属下毫无怨言 钟星啊 我上次跟你说的话 也许你不爱听 但我确实是为了你好啊 我知道 你的性子跟我不一样 这没关系 我仍然会赏识你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高某是公报私仇啊 我是个有度量的人 我不会因为这件小事 而斤斤计较 你放心 我也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多谢大人理解 我肯定会理解你的 当然 这些事情 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不知主部大人的话 是什么意思 钟卿是聪明人 怎么会不理解呢 大人 钟卿实在听不懂大人的话 钟卿啊 你也知道 不日 我就要和兰芝成婚了 可我听说 你掺和起来了 那我就直说吧 刘兰芝 知道弹琴的人是你不是我 请问 他是怎么知道 那弹琴的人是你呢 主部大人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倒要问问主部大人 为了取兰芝 大人又何必卯 交某弹琴之名呢 我为取兰芝 我他欢心 煞费心急呀 确实 冒了你的名 不闻周幽王 为伯包四一笑 烽火取悦之说 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人也是读书之人 也应该懂得紫约诗云 我曾闻孔子约 成者自成也 而道自道也 读书人应该知道 做人知道 道明与道无又有何意 我刚刚帮你解除了罪 你却反过来羞辱我 主部大人刚刚谈的是公事 现在说的是私事 两者岂可混淆 好 既然你把公司 分得这么清楚 就别怪本官 依法办事 主部大人 若再无其他的事 属下就先去忙公文了 这个家伙 我必须提前撑进 王公曹 别家 刚才来了个亲戚 带了点家乡的东西 王公曹 什么好东西啊 怎么一见我来 就藏起来了 好像我要抢似的 都是些家乡的玩意儿 不登大雅之堂 我岂敢拿出来 让长兄见笑啊 王公曹 家乡产的东西 好重啊 长别家 你 王公曹 你我在太守府 共事多年 我的脾气 你是应该知道的 作为炉江别家 巡查 是我分内之责 既然这件事 让我壮见了 还请公曹大人 如实道来 张兄啊 这 王某虽平时好贪些小便宜 可 可从不敢因私费工啊 这银两 是别人托我半点私事 和公事绝无关系啊 什么私事啊 何人所托呀 世财 来的是孙怀的母亲 她想请我帮的儿子 在大户人家 找个小姐 给她当媳妇 这银两算是给我的好处 这 这不算收收贿赂吧 果真如此 张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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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也说过 咱们共事多年 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 小毛病不少 可大毛病没有啊 既然是私事 就算不上收取惠赂 不过你这个堂堂的公曹大人 还替人家说媒 也不怕失了身份 受人之托 捉人之事 我也是给孙怀一个面子 我看 你是给银子面子 这个既能成全别人的美事 又能给自己带来好处 如此一句两得的美差 我何乐而不为呢 汪公曹这笔账算得够精的呀 别家大人到我这儿来 不是为了听我算账吧 我来啊 也是为了一桩婚事 莫非别家大人也想那个小妾 好说好说 我一定帮您物损一个好的 瞎想什么呀 我是为高主部的婚事来的 哦 对 高主部是要续嫌了 我前几日刚给他送了贺礼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你看 前不久 高炳臣的原配夫人刚死 他大办丧事 不但府衙中的大小官吏 给他送了钱物 就连卢江郡内的许多店铺 也给他送了银子 这没过多久 他有大办喜事 这又要从中获利不少 所以我觉得他婚娶之事 是别有目的 张兄的意思是说 高主部借机揽财了 这件事情 现在好多人都有理解 张兄想怎么办 查 小心点啊 来来来 再检查一遍 同府李管家到 高大爷 恭喜恭喜啊 李管家 请 恭喜 方府方管家到 方管家 恭喜恭喜 恭喜 赵老爷到 赵老爷 恭喜恭喜啊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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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爷 老爷 兰芝要出嫁 特送来两坛自食陈年老酒 聊表情一样 这些太客气了 请 请 各位 里边请 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快走啊 谢谢 谢谢 快请 你来 带来鞋红枣 早生贵子 早得福啊 谢谢 谢谢 有儿有你 而你生前 这是鸡蛋 祥如意 不人 这是板栗 顺顺利利 对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你不能嫁给刀主 不能嫁给一个欺骗了你的人 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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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走快点 把枪都抬起来 快点快点 快走快点 娘 兰芝啊 亲瘦秀啊 兰芝的嫁衣做好了 快快快 快看看 这是什么 打开打开 快看看 快看看 哇 真漂亮 真多呀 这王财芳做的三天三夜都没可演呐 兰芝呢 当个穿上给我们看看呐 他给我看看 真是呀 我去叫他下来 真好看 真好吃吧 兰芝 兰芝 兰芝啊 你怎么还在知己啊 喜服都做好了 他还在等着你去试呢 嫂嫂 你就让我在这儿安心知己吧 那婶子大娘还有姐妹们都等着呢 非要看看你穿喜服的样子 走啊 别知了 走走走 来 嫂嫂 快点吧 来来来 我们看吧 好笑啊 好笑啊 兰芝下来了 兰芝啊 兰芝 你看 兰芝啊 快来 大家都等着看着你穿喜服的样子呢 过来 兰芝 娘啊 也想看看你穿上喜服合不合适 是啊 试试啊 来来来 咱们让兰芝试试啊 你看真好看啊 好漂亮啊 真好看啊 挺合身的 挺合身的啊 挺合身的啊 挺好啊 挺好看的啊 兰芝 真好看的 兰芝 我不能讲 我不能讲 兰芝 怎么了 你啊 她说什么了 没事啊 兰芝啊 兰芝 这是怎么回事啊 娘 她根本就不是那个会弹琴的人 这完全是她和哥哥设的一个骗局 她把我们大家弄骗了 兰芝啊 你哥哥做的事不对 可是 还有两天你就要嫁人了 街坊邻里的 无人不小啊 兰芝啊 咱们家虽不是大户人家 可也是书香门第 这种毁婚的事 是办法做不得啊 可是娘 我只要一想到 我要和一个欺骗我的人 同住一个屋檐下 同水一张床 我这心里就如刀割一样 娘 女儿宁愿出身不教 也不愿意跨进高家的大门 女儿宁愿出身体的大门 水一张床 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呀 老爷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兰芝 那个高主部他 高主部也是个读书人 书香门第 直书打理 你看看你看看 真是把我这张老脸丢尽了 就是啊 以后我们刘家在外面还怎么做人 还有你 你不要在这儿跟我吹凉风 爹 绕来绕去又绕到我身上 是兰芝不嫁又不是我 真是伤风败俗 犹如门风啊 爹 那兰芝怎么办呢 你告诉他 这几天大门不准出 二门不准卖 在家里老老实实 给我等着出嫁 嫂子 嫂子 仲卿真的是认了秦家 那当然了 他亲口说的 我这么反复想啊 秦家说的是有道理 仲卿是没有主动去过秦家 而且也不见有那种亲热劲啊 就说上次 去秦家看那堆玉佩 秦家小姐明明是要送他一块 仲卿是个明白人 那就不明白 秦家罗夫那点意思 他可的确答应这门亲事 而且那天还喝了很多酒呢 喝了不少酒啊 原来是酒后的话 这叫酒后土真言嘛 这酒后的话能当真吗 你呀 你就让我在黑箱道里钻 我被人损了 我都没话说 现在想啊 还是仲卿的事 你想想 仲卿啊 仲卿他怎么就不知道 人家秦家的老爷 兄弟都在朝廷里做官 那是要钱有钱 要事有事 那仲卿小姐 虽然有点大户人家的小姐脾气吧 那也是年轻貌美 失文兼会啊 仲卿要是靠着这棵大树 那何愁将来不飞黄腾达 让娇家门庭重新振兴啊 你说 仲卿他怎么就不明白这点呢 这样的人家呀 哪里去找啊 他也不知道哪根筋啊 就是变不过来 嫂子 你说 莫不是真向前家担心的 仲卿是不是看着别人家的姑娘 这不可能 他也不敢啊 女儿叮叮点吧 仲卿啊 可是我们娇家的独苗 我这做姑母的 也是一心巴望着 娘家赶紧发达起来 我这不是瞎操心吗 她姑母啊 你放心吧 仲卿这边啊 包在我身上 你喝点水 别噎着 仲卿啊 娘有话跟你说 秦家这门亲事 你应该定下来了 娘 那秦夫人 前两天都到咱们家来过了 为了这事啊 你姑母没少操心 娘想这桩婚事 不能再拖下去了 娘 可孩儿现在还不想 想这件事情 你现在应该想这件事情了 秦家非常愿意接这门亲 再说了 那秦夫人和她女儿 都非常喜欢你 对了 那天你喝醉了酒 不是答应了这桩婚事了吗 娘 那天儿酒喝得太多了 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了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婚姻大事 岂有儿戏之理啊 钟晴 你不是心里头 装着什么别的姑娘了吧 我 我 没有啊 你一向孝顺母亲 你没跟娘说实话 而李莹孝顺母亲 那你知道什么叫孝顺吗 孝就是顺 你不顺着母亲 那就是不孝 你要顺着母亲 就答应跟秦家 结这份亲 可是我现在只想发愤读书 你这么说呀 娘听了心里很高兴 就像吃了蜜似的 可你如果做了 秦家的成龙快婿啊 那你是仕途进取 哪样不能 功名富贵 哪样没有啊 秦家能看上你啊 那是你的福分 可是娘 而不想攀高枝靠大树 只想靠自己努力进取 求得功名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这世道你想进取 那没有靠山行吗 娘虽说不懂得做官知道 可你父亲在世的时候 没少跟娘讲 那朝廷诸侯府里的大官 一个一个的 那都是沿袭下来的 他们举荐的人啊 那都是名门望族 自己家的亲戚啊 这有了后台之后啊 试图进取 只会来得更快 功名利禄 只会得到的更容易 这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 你应该比娘更清楚 娘 而若是靠攀高枝 获得功名富贵 这 这让儿断难做到啊 难道你一辈子 就想做个小丽啊 娘 而宁愿做一辈子小丽 也不愿让天下读书人耻笑 你 你居然说出 这么没出息的话来 你哪像我的儿子 做娘的寒心如苦地把她养大了 如今翅膀硬了 娘的画也当耳旁风流 过去不这样啊 是不是真的心里装着别人啊 香草 你哥哥这阵子 老爱上哪啊 娘 你这话问得好怪啊 哥不在衙门里 就在家里啊 怎么了娘 去 看看你哥哥上哪了 跟什么人在一起 都干些什么 回来 记者啊 你什么也别说 盯住他 你听到没有啊 哦 好了 就上到这儿吧 先上奖 好了 都回家吧 下奖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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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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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大哥 香草 怎么了 你看见我哥了吗 什么 重情失踪了